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动作,你看,滑鼠一过来,呼呼呼,跑过去,对,再点一下,呼呼,跑过来,注意哦,因为Jackory呢,大家越学越多,你一定要注意,点是点在哪一个地方,点是点在哪一个地方,我其实对这个物件呢,点一次,对不对,然后呢,在同样的,在同样的对这个物件再点一次,换句话说,我重复的,在那身边, 在身上点来点去,然后他就会跑来跑去哦,我这一次是左转跟右转啊,那当然你要问说,这样做什么意义,嘿嘿,有,我这张文字在这个地方解释啊,但你肯定看不懂,没关系啦,反正会了,再说,那个,有什么意义呢,要真的要到教室上我的课啊,我会从很多文本的范例跟你解释,但这个东西有时候啦,技术会的呢,时间到啵一声,他自然就会跑出来了啊,这个我就不解释了,你先研究一下这样一个变化的形态,那我们来看,城市的操作, 我总要教你这个啊,对不对,你怎么思考一个变化的形态,跟城市操作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很重要,等一下跑来跑去,那你就可以看这个东西了啊,这个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把它放进去,反正就把它摳进来呢,放到网页上就对了啊,但我们先来教这个语法啊,你也不用管,你只要注意哦,我这个呢,你看同一个东西,点两次,这一种样动作, 你管我会发现,我会用这两个东西叫if else,哦,有兴趣的呢?就自己一学啦,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啦,我教一教,引起你的兴趣,那个真的,真的有兴趣的人自当会一学的,没兴趣了解一下就好了。也不用太认真,站那一头,那么认真读书干嘛,拼凉性讲,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去晒太阳搞不好比较好,没兴趣就没兴趣啦。当然,有时候啦,你因为某个老师像我这么优秀的老师 点一下你就开窍了 那也没办法 这三辈子要烧香啊 你不烧香那也没办法 点第一下呢 再F 点第二下才L 然后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地方 你这ID 你这张照片要设ID 你要懂呢 没关系 你要设ID啊 给他一个身份证 这张照片呢 你要给他设一个身份证 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操作 你要给他一个身份证呢 这个身份证click下去之后呢 历史 历史 他本身 历史就是他本身 对嘛 这就是最可能好用的地方 我点他他本身 对不对 我点他他本身 这个ID呢 这张照片的身份证 我给他点一记 他本身 Animate就是动画 往左边 600匹首 这个是他的什么 时间 就是他的时间 1.4秒 1.4秒 1秒1000 这个是点第二下 if跟ars就是点第一下 这点第二下 点第二下也一样啊 对不对 第二下呢 再跟他点下去呢 也是这一个本身嘛 第二下跟他点下去 也是他本身 Animate 注意哦 这边是减的对不对 这边是加的 同样都是600 我能移过来 又移过去 好像阿飘一样 过来 快疯的对 教得快疯的 是他 这就是阿飘啦 这个距离都一样 所以他飄来飄去的那个才会对嘛 时间跟他1.4这样就OK了 你理解JQuery这样是一种城市语法基本的构思 有兴趣自己找书自己读 我这是新闻系的课 我是教你怎么去运用互动文本 当然也得教你怎么写 但就比较不会花那么多力气 去跟你解析一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不用 新闻系的不用 别的系要呢 我知道你知道只管系的同学看这个 你要会啊 你只管系不会 我就没话讲 你跳楼了 你这样 新闻系呢 大概知道就行了 可以去骂资管系 他说这样也写不出来 你白痴 对就是这样 会不会 可以去骂他 资管系你要骂谁 你没得骂了 所以你要很会写 你要很会写这个 新闻系大概懂 可以运用 互动跟文本的关系 把它搞清楚 这样子就很重要了 我需要再重新做一篇给你看 好像也不用 因为常常讲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背的那一个 要讲一下吗 不用了 我们这一次来一个 比较新的 不一样的教法 我大概把它解释一下 这样子你就OK了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那详细的操作过程呢 我再做第一个video好了 我们试着把它分两个概念 概念解析 详细操作 试看看 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不对 终究是很多事情要踹看看 好到这边